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坦白讲 应该都是套牢的 所以应该昨天的大盘是在严格讲的是非常什么 对多少还非常不利的 不好操作 一定多少都是什么 如果你在 你在昨天才做一个动作 你基本上都赔钱 但你看看我的股票 如果这样跟你讲说实际上这股票 有没有实力 要在于说你相对去比较一下 我给你是什么东西 我的10月执行昨天是什么 是开低走高盘中涨停板 你现在大盘就好了 大盘涨我的股票也涨 大盘跌我的股票还是涨 而且什么还不小心创新高涨 代表什么 我的股票就是所谓的 你要看得懂那个趋势 未来的趋势 因为现在大盘 看起来大盘涨很多 已经来到什么8433 昨天来到8433 但实际上多少人当下来讲 一直告诉有个问题 有够难做的 越来越不敢做动作 为什么 你也知道在高档区 然后你的股票又跟不上来 买也不是卖也不是 真的都不知道该如何是 所以我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记住我跟你谈的话 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 去规划股票 你一定要相信团队 最少你跟着我有什么好处 我给你的股票第一个 一定是一档股票胜过四档 因为投资朋友 你跟我不同的地方在 你手上股票太多了 都搞了一大堆股票 那为什么你会有一大堆股票 因为你没有把握 所以你买了一大堆股票 等着什么 等着去做一个什么 分散投资分风险 听起来好像很对 但是完全错误 非常大的错误 你来股市为了什么 就是利用一档股票 改变你的什么 你手上那些 就是说你应该说 你之前的很多套路股票 你要有一档好的股票 我问你 你可以现买现赚 你要不要换 但是很多时候 对有个问题是 我换的会不会上涨 会不会我卖掉的那些股票 呈现什么 就是持续什么 我买的股票结果什么 就是刚好相反 那这个地方代表什么 你一定要去了解 一档股票的趋势 你要把你之前的一些问题 把它改变过来 你就有办法做到这个地方 那包括这地方来讲 一定是在于说 你要做到这个动革 这个时代都是在考验 你不管大盘创新高 或怎么跌都一样 现在大盘这么一点都不重要 我跟你讲 它持续涨是一定要 9000点 我说我跟你讲 这大盘干嘛 就在留到9000点 也是台五六百一点的空间 你要买什么股票 我还不希望大盘涨 大盘这样一个区间 跌个一两百点 那是好上交 你有多少股票可以重新在什么 利用让你十档去换一档 那种一档的股票 那涨幅来讲 涨了我们不要讲说涨一倍两倍 那个都赶快一点时间 它涨了三成还有三成 当然这个就值得 而且我给你股票的一档股票 八月份我给你什么股票 我给你一档什么 3152的景德 有没有涨到40%以上 到现在都还不会跌 那八月之星嘛 你看我传承稿的会员都有嘛 好 在九月份来讲的月底 我又给你一档股票 叫做什么 就1531的一个高龄股嘛 就算昨天来到又回到 他也是涨了一波 四块钱的空间是月底耶 当然这地方来讲 从23块到27块也涨了四块钱 是不多啦 但是毕竟我跟你谈的股票 哪一档股票没赚到钱就好了嘛 帮我联发哥送给你的 讲到联发哥真的说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他说给你做什么 我说你只能续报 我跟你讲到这么明白 昨天创新高了 正式创新高了 你永远买不下去 我常跟你讲说 你卖掉联发哥 你要买什么位置回来 我每次看到联发跌的时候 都很好心地提醒你 373也还在提醒你 可是你永远买不下 为什么 你早就卖光光了 所以投资朋友 比如我当下的时候 我又在笑投资朋友 是说真的你要去真心 你当然眼前的东西 你绝对不要去看一些涨跌 那很冤枉的 真的说实在的 就是这帮来讲 我只能跟你讲 这个地方是你的机会 随便你相不相信 因为你看到大盘是开高走低 看了是好可怕 来到高档区 我的股票没有涨 人家的股票涨得 我又不敢买 该如何是 这都是你的问题 而且所以那种涨 所以看起来是大盘是涨的 实际上多少人心里是 觉得很难过的 为什么都在赔钱 因为他开高走低 这代表什么 你一定要重新去看 面对趋势 股票一定在于多 在于金不在于多 你要怎么样 一定要相信专业 我是不是专业 随便你怎么想 我认为我很专业 因为我敢跟你谈的股票是跌的哪 最小就是我的勇气 单单这个就够了 包括我还有什么 我还有认错的勇气 我跟你说 我在电视机关中 我不敢说我跟你讲 每一档股票都大涨 一倍两倍十倍出 那当然有些股票 真的说一两档 我也会什么 不对的时候 我也给你做个调整 就拿这个地方来讲 何瑞雅来讲 我调整何瑞雅的时候 我公开跟你讲 你相信我 是我的会员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什么 我会帮你做成诚的负责 十月二号 在今年 我说除了十月之息 你可以跟上以外 最重要的是我何瑞雅 我承认我在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过 我也跟大家说 对不起我已经把它卖掉 我带你换过 包括我也邀请过你 何瑞雅 你拿来跟我换 我有办法帮你解套减探机 你今天说什么 你越来越什么 你现在差异性越来越大了 我卖在何瑞雅 你虽然没有卖很高 但是你 你敢不然就把什么 你敢不然把你的一档股票 做止血的动作 我想你除了看节目 没有人会跟你谈这个东西 可是这个才是真的重点 投资朋友 你为什么这么多股票在你手上 因为没有人会跟你做认错的动作 我跟你认错 认错是需要勇气 但是认错说实话 你才会有真正的机会 不是每天听人家讲 在涨停满的股票 实际上他在讲涨停满 我不是就嫉妒这些东西 对你有没有帮忙 你一点都热情不起来 为什么实际上 就是没有人会跟你谈到 一档股票该处理是好 我跟你谈的股票 涨得就你股票太多了 但是的确 我也曾经跟你谈过这档股票 如果以他营收来讲 实际上他的第三季都还在创新高 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卖掉 实际上就代表说 我认为这档股票实际上到了该换的时间 第一个我有更好的股票给你 就是十月之星 就是十月之星 那十月之星是谁 所以我们会员都知道 包括你也知道 你有打电话来帮我 就是蓬城涨停满了 就这样子 我给你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我昨天早上有邀请你 你开盘还可以跟上 随便买买随便站 开高走高 最早你相对大盘来讲 你会觉得这甘心的 何怀争的团队真的 真是给你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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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 而且包括什么 我还在这个十月二号的时候 你那十月的时候 我告诉我们的会员 我们手上会员 何瑞亚持续换进6146 更新 好你现在比较一下 更新没有涨吗 有耶 包括就算我们现在 以更新来讲好了 好我们现在讲 更新之后 你再打电话进来 我还在给你一档口 更新是送给大家的 我公开订阅跟你大家讲 那时的更新跟何瑞亚 用什么动作 他一样是90块左右 89块 跟更新直接换 你去查一下十月二号 更新跟何瑞亚 是同样的价格 但是你愿意 相信我帮你直学 你愿意的话 但是一般投资朋友 你最难的地方 是做不到这个动作 你常打电话进来问 名牌哪一档股票可以买 你都很敢买股票 但是叫你当一个股票 告诉你这个地方 你要把它放弃的时候 我跟你讲 那真的是 那个真的是好像要你命一样 可是实际上这才是真的重点 你要怎么专 就是一定要处理事情 就是当你要碰到一档股票的时候 你要有勇气处理那档股票的一个 把它风险降低 这样子你才会什么 你会大赚小赔 大赚小赔 你才永远都会赚钱的 你要把这个观念改过来 否则说你看我节目 真的说实在 你会枉费我这么用心的跟你什么 跟你谈一些 谈一些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很难做得到 所以你看看更新来讲 那时候更新到了 我们都不要讲说 他讲到94块 单单你现在换更新你要不要 你把何瑞亚拿出来看一下 何瑞亚结果得到76块 他基本面有没有改变 是他没有改变 的确 那你说老师那为什么基本面没改变 对你现在的问题 那会不会再长回来 你何必再等他这个地方 当下我叫你换当然说 我一定有我的道理 因为这个地方来讲 你不要问他未来怎么样 当下来讲我做这个动作 对不对 最少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这样单单你这样换过来说 差买15块 甚至来到这边的时候10月7号 你去查清楚 我跟你谈什么 8换就对了 我还叫你换就对了 我跟你什么 我说我给你10月之星 10月之星 10月之星那时候传承稿写 我说10月 我10月7号邀请你 你看清楚10月7号 那是80.4 我还说我传承稿写了一档 每个月我都有一两档重点股 何康来倒休息 我还跟你讲说你没有跟上换的 之前10月2号你没有换 你现在手上还何瑞昂 何怀甄在邀请你一次 你不要问我怎么跟你解决 你只把他把电话打通就可以 我帮你解决问题 让你什么 让你最少你什么 你可以把他解套减贪 你就换就对了嘛 整顿持股嘛 我说我都在整顿持股 那你80.4好隔天10月8号 这一档股票蓬城 才能够起来相当想要去 我的股票不是马上涨停板 我给你两天的机会 双子节之后的隔天 他不给他就直接开高走高就涨停板了 而且他最低来他最低最少 我买在哪里 所以我买的也是也不是说很那个 进来我再加码的位置 从这个地方开始你看114.5 来到10月7号的时候 实际上他在这边都还有 当然没有办法来买到114.5 最少你都还有120块以下 都可以去做进场的动作 就够了嘛 对不对 我说我有东西给你 好 你看昨天早上的时候 10月9号 118.5最低 119收盘都还在119 对不对 所以这样说说实在这位投资朋友 就是说我一直给你强调的时候 我为什么给你蓬成 是要简单一点 蓬成这档股票就跟何瑞雅所不同的地方 好我现在把标准答案可以公开给你看 我在看一档股票的趋势 我看的是什么东西 何瑞雅没有他不好 他目前来讲 但是你因为当下来讲 你在股市的变化度是什么 它是很微妙的 你要知道说当下什么样的题材之下 是最吸引是有钱人的最爱 你要有这种观念 不要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如果你常常会有认为会这样的话 请你把这电话打通 因为你有一定 你最重要就是你一定要转换 蓬成 因为我一直给你听到台湾这个股 这个我常常跟你讲的说 一个观念问题 台湾是一个小岛 他有没有国际地位 当然以这个小岛 他完全没有国际地位 但是台湾很多的公司 中小企业在各国里面 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分量 实际上你都小看台湾这些 这些不要看一些政治人物 我坦白跟你讲 在台湾真正能在这个市场 在这国际地位 是靠这些中小企业的人 本身的台商走出一片内 所以你要去注意台湾本身 不见得要做自由品牌 我一直给你强调 但他这个小兵 那个关键领主界 占有国际地位的 那种全世界第一第二名第三名 那相当的多 我们再讲一下 为什么我跟你讲 1531的一个高领国 他的缝纫机是全世界第三大 他缝纫机 你说缝纫机不算 对啊不算什么 别人不要做人家拿来做 他就稳定了 他是第三大 好接着来讲 我为什么跟你谈这个棚承 他就是汽车领主 未来汽车领域很多会是假 向我提醒你 但他可以的地方在 他在全世界里面占有47% 这不得了 他做的是全球最大汽车发电机 整流 所以这个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必须他这整流二极体里面制造商 他占了全世界的47% 你要从这个地方去出发 找出台湾真正产业面的机会 在哪里的公司 你如果说 你也可以自己找 这个地方当然是有点困难 因为真的说 大盘里面多少股票 一千多 有很多都大部分都假象 但是什么是真的 因为真的好的公司 他就默默耕耘的 他不会出声音的 他越说越大声 你还是少看为妙 我跟你讲真 你越认识的公司 我越不跟你介绍 反而有些公司 是他默默耕耘的 你要去注意他的 他在全世界 为什么他默默耕耘 因为我们的探琴 就像我们台湾 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 点点嘛 对不对 你本身谦虚就是美德 有时你越会 化气化热 那个什么 制造那个新闻 每年那些事要干什么 他就急了嘛 才用制造媒体去什么 去营造他的公司的假象 你不要看表面 真的公司要探琴的时候 点点探得好 他想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大声呼啊 就谦虚嘛 这就是他重点 这种稳定的公司在台湾的产业面 有在产业的结构里面 很多公司都是走这个路线 只是你要去发掘 如果你相应有和怀真的为人 就像我的节目一样 我的风格有什么不一样 我不是很出色 但是我的节目就很稳定 最少我永远在这地方跟你服务的节目 就是不会跑掉 为什么我可以 有些你看表现说 他没有什么上新闻台 没有很多节目在上 我为什么一定要上那些台呢 我请问你一下呢 对不对 但是当下来讲我跟你谈的东西 就是说你要去注意我跟你谈 不是说我看不出新闻媒体的东西 每个人每个人选择方式 我认为我本身的这种方式就是 很属于像这种很稳定的公司 持续什么 持续会会越来越什么 越成长 因为稳定就是大富大贵 你要大富大贵 你会有些稳定 不是在制造一些什么 那些花边新闻的 因为这个地方来讲对你没有帮忙 那彭城这个地方来讲 我现在回来 为什么我给你选彭城 汽车领主界 如果你喜欢汽车领主 你要善加去留意彭城 全球市占率涨到47% 包括他现在间阶段的公司 已经开始交汇给日系的发电机系统上 又增加了 你看这些新闻收场 看起来你现在看报道明 你很少会去报道这些 但是毕竟什么 他的市占率这么大 47% 在将近二分之间不得了 剩下那个50%是别人的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很 代表什么 这家公司他不得了 所以这边来讲 日系他占有什么 在日本这个国家里面 那日本是什么 是很挑剔的国家 他产品是搞成高品质的东西 你也知道鸿海要病下 都不见得病得下来 你也知道 所以他在日本的什么 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公司 不得了 所以他的要求的技术门槛 品质相当的高规格 他占有36% 而且还增加中 单单这个就是发电机 整流二级体 所以我从二级体里面 你又不要乱说 因为棚层是二级体 我去找一些二级体的 它就是什么 市占率是一定的 它得到别人就会消除掉 我已经跟你讲这个 那二级体你又不要乱找 要买就买这个棚层 它有6.8颗变成10到12颗 市场的成长性可期 你是我的会员 我这边跟你分享是 4 你是我的会员 10月8号你就买得到 你可以买到相对低档去 包括10月2号你还可以 你拿你的合约来跟我换 你可以买到114.5 单单昨天 红尘来讲 单单这个人掌停摆 你会很感心的 你会说何老师 他要谢谢你 总算你带我动作 做出我一辈子不敢做的动作 我就有个会员当跟我讲 他说一辈子他不敢做这个动作 因为那个动作 说实在 要做出来是很痛苦 叫你止血 说实在那等于说摆明了什么 你能当反败为胜 要怎么做 我跟一样 我一般投资朋友 他怎么说一般都做不错 他说这个一般来讲 他这么多年在股市里面 他就是输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动作 不是你不懂 是你做不到 所以我才跟一样 我实际上跟大家分享 人生在这个地方 就是什么 都是短短的 你要改变你自己的操作 就是你不要固执 你要认错 随时要改变你自己的操作习性 但是所谓操学习 不是每天股票换来换去 不是这样 你要知道说 微妙的改变在哪里 如果你不懂 你可以把这个电话打通 那今天来讲 彭神也送给大家 我也跟你讲说 我选择他 因为他有国际地位 虽然他看起来默默无闻 可是实际上 他的是什么 他是非常占有一席之地 你要去从这个地方 去选择公司 如果你不会把这个电话拨通 好好地保卫一下 这个地方当下来讲 利用假日时间 把你手上的国际 好好做整度 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我合外真帮你就对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爸爸给你玩更大的 阿免大舍签 阿免大舍签 Yes Sir 飞起来 孩子将来会高 爸爸不是乱男的 但希望他记住 我最厉害的样子 2013 Outlander新登场 Mitsubishi Motors 本月大优惠 送三万配件金 炫量版惊喜登场 莱翠美高浓度鱼油 来自深海鱼 高品质精纯 美国药师第一推荐 买鱼油就选莱翠美 亚洲头部 莱翠美高浓度鱼油 来自深海鱼 高品质精纯 美国药师第一推荐 买鱼油就选莱翠美 在台湾你也能拥有这样的服务 21世纪不动产 全球最大房仲品牌 让我们用两倍的在地耕耘 给你一段愉快交易 我把关 你买腻 Sentury 21 独家推出 21全球买卖平台 18国语言自由切换 币值面积单位及时换算 让您轻松买卖房屋 买到天下 卖向世界 21全球买卖平台 The All New Focus 拥有18.2绝佳油耗 搭载ACS主动式都会行车防护系统 杀住距离 杀不住我的魅力 本周末欢迎上车 Ford 又回来我们第二个单元 所以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现在这大盘相当的好 但是毕竟大盘创新高 很多股票在那边当下不会跟上 你要试着把它淘汰掉 这地方来讲 你要换股 还是跟你讲 你要整顿你手上的持股 否则你往后一来一往 越差越大 我跟你讲真的 不要说因为股票要跌进 应该它会轮到它 你常常在这个地方会失去很多很多的机会 这个地方来讲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你拿 如果说你还有类似像何瑞雅这种弱势股 或许之前我有在电视上跟你谈过的股票 叫你卖掉你没卖掉 还有什么股票可以换 你拿过来我会让你跟得上 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清代的语音会员 有点高贵不贵 也是算是我何怀真本人特别服务给大家 也希望让大家回归给大家 希望让你什么你跟得上 因为很多人在跟不上的过程 最怕什么 最怕就是因为你单单一个抗讯会来不及 但是你相信如果何怀真本身的话 亲自帮你做个调整 你会比较有信心去换 现在很多都在于什么 一通电话改变你一生 因为电话跟你直接面对面的谈 你会知道我帮你规划的东西 帮你个人做一个规划 你就什么一切都OK 就像现在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想说 老师你公的宏达电 救救你的宏达电用连巴克 你听我的电视你不会做动作 但是你今天愿意把这电话 把股票全部交给老师 我相信你 你帮我调整 我会帮你化毒为药 就帮你给你良药 本来是毒药 我帮你给他送 就帮你化毒为药 就是变成一个什么 给你一个很好的东西 给你发出来 连巴克造型 昨天来讲又再创新高 你还是问我 我还是那句话给你 连巴克会救你的宏达电 到明年你好好 如果你稳定型的 这边当下 你重点是 你不用参加会也没关系 你一定要 连巴克我不知道后会有机会回答 但是曾经我有这个机会给你 在8月29号的时候 我特别跟你讲 这样这样这样 你要叫我跟你谈什么 这是高难度的 8月29号给你36亿以下 你全收了 他没来过吗 有吧 甚至你只是在闲了 所以有时候投资本是因为你的心不够定 实际上你要学习一个等待要赚钱 你用等待的时间点 他会花你很多 等待我给你看电视 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制作 但是说实在有时候股票 有些股票又不能做 不是等待一些弱势股的上涨 你要听得懂 有些好的股票 你有时给他等待是好事 就像回过来 8月29号联巴克 那时候再361块你都可以吗 我还跟你讲382不是高点 对 的确你像但看表面 他没有涨很多 但是这个20块 如果有钱来讲比你银行利息好很多 你10张的多少钱 20万多20万 竟然电视股是稀稀惨惨 我还定上跟你讲说 你只要重点是摆在联发科上面就好 何况竟然说实在的 联发科基本上在电视股这么弱势的情况 他都可以屹立不遥 还得了 代表什么他背后的原油在哪里 你要自己注意 他不是单单表面跟你说那个平板电脑 包括他的大陆四战略 他到底有什么 他新的技术出现 包括这个现在目前大家在谈的4G概念股 实际上他也是讲4G概念股 4GLTE的之一 他是最重要的什么 那背后那个灵魂人物 我跟你坦白讲 不是单单这个表面上 报照面你跟你谈的这个东西 当然他的市占率也相当好 包括平板电脑 包括很多公司都在改用 就是手机都在改用 联发科的晶片 为什么 因为他便宜又好用 包括什么他又是八核心 包括什么4GLTE的那种低耗能的解决方案 目前市场上唯一能达到标准的是联发科而已 那很重要 因为大陆现在开始要开放这个4GLTE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很大的饼 谁能解决这个方案 谁就是赢家联发科就可以 你到今天说到你慢慢可以看到包照面 在跟你谈这就是为什么当初何怀生告诉你 一定要重点是你要把联发科摆着 你不要去看宏达店 你真的很多投资朋友就是很可惜 他不是没有钱 因为你对产业面 因为现在产业面 他真的很金 你会想说 有红哪里也大公司 你看到是一种表面上的讯息 我知道王显宏这个人非常好 我没有看那个 但是问题你要给他去做 他的公司在做艰困时期的时候 你给他去做调整 不是因为他有名的公司 你全部都是好的 有时候该调整的时候你要调整 那联发科这一次你们发现到 他很少什么 蔡老板很少讲话默默跟吟者 他掌握什么 行业好啊不怕死人 那就好 否则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 你一定要把他抱住 这地方当然怎么样 那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进来再跟你讲过 联发科一旦给他 我都有邀请过你 真的你真的是退不起我 我382.5 我说突破要上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来讲 你有心意来找我 那你这一段382.5 还没有来这一段 他又回撤在哪里 前几天没有回撤一个 上个礼拜没有回撤一个373 我还跟你讲说最后的上车点 没有了 你现在问我们别人买什么 好你如果想要操作联发科 你把电话拨通 因为毕竟当下来讲 联发科今年到明年 不让你失望 你说真实 但问题要怎么样 一档股票生活实际 要如何做复合性的成长 当下来讲 花三个月的时间 整顿你的股票 改变你的关系 重新出发 我帮你 今天当下来讲 我们有个方案对你向上 清代语音会员高贵不贵 由何怀仁帮你做服务 祝大家超约税 年居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沙漠资料仅供参考 沙漠赖利益 GO 好厉害 KOTUS聪明小教旅 全新亮相 Mitsubishi Motors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头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类的投资组合 亚洲头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头顾 亚洲头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578-3777 2578-3777 正光金丝高